似乎發現目標立刻迴轉 下一秒果然搶案發生了 呼救生響徹街頭巷尾 附近民眾全都探出頭來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富人的包包直接被飛車搶走 想追已經追不上了 富人跌坐在地 新北市盧州區明泉路的巷弄內 28號上午9點多發生搶劫事件 當時李幸富人和朋友邊聊天 邊要走回家 因為相約去菜市場買菜 他走在外側 包包也拿在左手 嫌犯看準目標 一回轉立刻將包包搶走 本來朋友還以為是歧視撞到人 肇事逃逸 氣得破口大罵 回過神才發現 原來就是在剛剛那瞬間 發生搶劫事件 警方播報之後 立即組成的專案小組 调業監視器 也鎖定了發案時的車輛 隨後追查時 發現犯嫌已經汽車逃逸 警方接獲通報後 立刻接手偵辦 發現光是這一天 他下手犯的案件 不止這一件 原來嫌犯先偷了機車後 開始四處掃尋下個目標 騎到爐州 搶走富人包包後 立刻又往板橋 還有三重 連續犯案至少三起 甚至還一路變狀 設下斷點 新北警方大動員 全力要追查 他的下落 TVVN新聞 施協員黃靖翔 新北市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從那大視野